我去过M78行员 我去过斗罗大陆 我去过叶罗利仙境 太棒了 看来你们都是小小旅行家 那你们知道大自然里的旅行家吗 我知道 小狗踩一踩 小鸟扇一扇 小鱼扭一扭 说的不错 狗有脚 鸟有翅膀 鱼有鱼鳍 动物们就是靠这些到处旅行的 那你们知道植物的旅行家吗 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孩子们 其实大自然里有很多奇奇怪怪的旅行家 快去探索 好吧 相信你们一定会有收获的 植物里还有旅行家 这怎么可能 王后阿姨不会是哄我们的吧 王后妈妈说了 只要仔细找 一定能找到 好吧 啊 好大的风呀 你们看 蒲公英飞走了 我们快追上去 啊 蒲公英怎么不见了 美颜鱼 你看 他在这里 蒲公英也太厉害了 居然能飞这么远 我知道了 蒲公英就是植物中的旅行家 我觉得不是 你怎么可能 这么快就找到 啊 没话录 我追 哈哈 终于追上你了 哎 这是什么 这是苍儿 看来 你们已经找到了植物旅行家了 什么 苍儿是旅行家 没错 苍儿身上 穿着带刺的铠甲 有动物经过的时候 挂在它们的皮毛上面 就能到处去旅行了 哇 听起来好神奇啊 那 王后阿姨 蒲公英是旅行家吗 当然是了 蒲公英的妈妈 给它们每个人 都准备了降落伞 只要有风 它们就能尝着风出发了 真的是这样 太好了 我也找到旅行家了 哈哈 我还以为不是呢 大家都找到了 只有我还没有找到 这可怎么办 凯莉 别灰心 我们陪你一起找 嗯嗯 谢谢你们 哪里都没有 看来我真的找不到了 凯莉 没关系的 你忘记了吗 苍儿是我们一起发现的呀 没错 蒲公英也是 可是 哈哈 我自由了 凯莉 你快看 是旅行家 我们快追 豌豆怎么躺在这了 白雪 没人约 我们把它种在花园里吧 买好了 明年就能长出新豌豆了 凯莉 你们在干什么 妈妈 我们在种豌豆呢 皇后阿姨 豌豆是旅行家吗 没错 豌豆匣在太阳下 一直晒一直晒 直到啪的一声 豌豆匣炸开 豌豆就能离开妈妈 出去旅行了 太好了 哈利 你终于找到旅行家了 白雪美言语 谢谢你们帮助我 小朋友们 你们知道大自然中 还有哪些神奇的旅行家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 如果喜欢这个视频 就点赞关注吧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